近期福布斯中国票选了一份30岁以下的中国精英榜 榜单涵盖了娱乐、体力、音乐、旅游、媒体、金融等多个领域 意图从不同领域中挑选出对社会做出贡献 改变中国经济有影响力的青年才俊 而在今年的福布斯中国30Oder30精英榜的音乐领域 就有很多值得完美的内容 整个榜单被很多来自热门综艺的人气选手刷屏 包括从创造101走出来的孟美琪 中国有嘻哈走出来的PKBA 中国新歌声走出来的吴莫愁 张碧晨其中在今年暑假大火的偶像练习生蔡徐坤 创造101孟美琪都是年仅20岁的00后一代 热门综艺的能量如此可见一般 另外还有一点 在前几年的民谣风过后 陈丽、阿四、马迪等人气民谣歌手纷纷上把 近两年扑面而来的嘻哈风 又让High World的V.A.B.A.万一打 这样的地下饶舌歌手上把 当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流行音乐 榜单里的毛不易、黄紫涛、苏运莹都尽同都是目前主流音乐圈里备受认可的歌手 尤其是黄紫涛作为归国歌手中的代表 不仅歌曲在海内外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作为个人也树立了正能量的明星形象 成为粉丝们认可的优势艺人 与其有着紧密联系的游戏神五三也接此登上了湖南卫视精英剧场成为正能量的合作典范 总之